民国这是5年9月11号捧着满满的发票 当年在桃园县中区福伦社的用心上 会员们只以短短一个星期就收集到了6000多张发票 更进一步认捐三面爱心墙以及价值无外多元的企业安心包 希望以实际行动响应创世基金会兴建草屯分院 而根据统计当时总共集资高达了17万6千多元 当年为了让台湾中部的植物人可以就近疗养 创世基金会计划在南投地区兴建草屯分院 因此他们也积极地以意卖和发票进行筹措 尤其是发票的部分对创世基金会来说更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光是民国94年基金会就募集到了9千多万张发票 兑换了6千多万元 根据内战部资料投机写是 全国当时有4千多位的植物人 而南投地区的病患更是全数仰赖创世基金会的协助 因此草屯分院的设立相当有意义 而当年桃园县中区符文社也期盼借此抛砖引玉 让这些植物人能够接受最好的照顾 全程的报道